首先每克酒精會提供身體7卡路里 差不多等於碳水化化物及蛋白質兩倍的熱量 以一罐5%濃度的啤酒為例 提供身體約104卡路里 至於白酒或紅酒 酒精濃度約12% 半杯左右125毫升 會提供身體約108卡路里 而一些中國白酒例如茅台 酒精濃度較高一般也有超過50% 例如喝白杯茅台杯的茅台 已經提供身體約500多卡路里 所以以同等份量來說 茅台是最高卡路里 胸肚飲酒確實較為易醉 因為胸腹較容易酒精吸收 所以我建議大家喝酒前打個底 進食一些含有蛋白質及脂肪食物 例如雞蛋、豆漿及芝士三文治 其實都會減慢酒精吸收的速度 同時亦可以保護我們腸道的黏膜 如果不想喝出啤酒肚 確實喝一些零酒精的啤酒會較為好 因為零酒精的啤酒 都會透過熱力蒸發了一些酒精 以及用一些特有技術 將啤酒的味道保留 達至零卡路里、零糖及零酒精的情況 但大家也要小心 市面上也有一些低濃度的啤酒 其實它的熱量 例如一罐來計 都可能會有60至180個卡路里 多喝的話不小心 都會容易攝取過多的卡路里 導致過肥甚至嚴重 可能會有脂肪乾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 如果過量喝酒 確實可能會導致營養素的流失 例如維他命B和維他命C 如果進食一些含有B雜的食物 其實會有幫助我們身體 去代謝一些酒精 去減低我們肝臟的負荷 例如可以進食一些全谷類的食物 一些瘦肉、森綠葉的食物 其實都可以提升維他命B的攝取 另外亦可以進食多些 士多啤梨、橙和一些十字科的蔬菜 像西蘭柏一樣 因為它們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 以及一些植物的營養素 它有幫助我們肝臟代謝之外 亦都會減低因為酒精 對我們身體造成的一些羊化傷害 其實喝水和淡茶都有幫助身體解酒 因為水分和淡茶會有幫助身體代謝酒精 以及可以幫助排斥一些酒精的代謝物 要注意茶方面要避免喝一些濃茶 因為濃茶含有茶鹹和咖啡因 其實可能會導致血壓上升 或者血管的收縮 導致會有輕微的頭痛 所以要注意 另外亦都可以以水和酒精卡 這樣飲用 除了可以減少喝酒的量之外 亦都可以補充身體的水分 因為酒精其實是利料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